大家好,我是侯姆润芳的刘逸 为什么饭店做的干杂小黄鱼那么好吃呢? 其实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今天就教大家干杂小黄鱼的家常做法 色泽黄亮,外酥里嫩,脑少皆宜,下酒又下饭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简单又解地气 保证让你做出来,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二斤冰鲜的小黄花鱼 我们这儿也就六块钱一斤 不要买太大的像这种,经济又实惠 而且吃着口感还好,接下来处理 先把鱼鳃像这样轻轻一拽着 把里边的内脏也取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当然这一步嫌麻烦的,也可以让热心的摊饭直接给你处理好 全部处理好后,倒入清水中,慢慢地清洗干净 最好是清洗两遍 这样吃着腥味小一些 切就不要浸泡时间太长 要不然会失去鱼肉的很多鲜味 清洗至水清量,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准备小料 生姜适量先切成姜片 然后再用刀拍破 稍微切下就可以 大葱也是拍破,然后再切成段 这样姜和葱的香味就能够很好的释放 接下来把空干水分的鱼倒入盆中 腌制底味 先放入姜葱 再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勺的胡椒粉 和两勺的料酒去形体味 再放入一勺的香油 增加香味的同时也压制鱼肉的新气味 接着用手慢慢地翻拌均匀 稍微多翻拌几下 这一步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样鱼肉能够很好的入味 拌匀后最好是放在保鲜柜 腌制20分钟 这样味道会更香一些 腌头后拿出,剪掉姜葱补药 腌头后再次装入盆中 放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慢慢地翻拌均匀 有很多朋友搞不清楚 炸小黄花鱼到底是放面粉还是淀粉 有些还喜欢霍腹杂质 其实都不对 只要拍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就可以了 如果霍腹杂质很短时间内就容易回软 用面粉炸油温掌握不好 又容易把表面炸糊 淀粉一定要把鱼身的全部蘸均匀 给鱼肉形成饱腹壳 这样炸出来口感吃着就是外脆里嫩 而且颜色还金黄好看 食材准备好后接下来起锅炸制 把锅烧干后倒入多一些的植物油 油温烧至六成热 也就是180度 手离油面大概两寸左右感觉特别烫 这时候就可以了 再把派好粉的黄花鱼一条一条的放入锅中 这样成型好 而且又不易粘连 如果炸制的比较多 最好是分两锅炸 这样受热均匀 炸出一部分先捞出来 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全部下入锅中 下完后先静止五秒钟 让鱼肉能够很好的定型 再用勺子推动几下 倒入炸过的一起炸制 保持中火炸至一分半钟左右 把鱼肉先炸熟炸透 做这个菜最好是要复炸一次 这样可以去除多余的油脂 而且口感吃着外酥里嫩 捞出后等油温升至六成热 再次倒入锅中 用勺子多推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再炸三十秒钟左右 炸至小黄鱼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漏勺捞出 可以听下这个声音 非常的酥脆 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 就是放很长时间都不会回软 装入盘中 放上一些椒盐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蘸料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小黄鱼就像这样做 非常的简单 好吃又实惠 饭店要卖六十八一盘 在家做成本不到二十元 特别是喜欢吃鱼 喝小酒的朋友 这个做法一定要收场 越吃越香 保证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色泽黄亮 外酥里嫩 越搅越香的甘杂小黄鱼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刘易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